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去年的这个平均的这个交付的这个终端的价格达到了43.7万元 这个应该讲每一台未来也见证了中国的汽车品牌向上的这么一个历程 在去年的四季度我们在30万以上的高端纯电的市场份额达到了54.8% 在40万以上的高端纯电的市场份额超过了75% 所以在份额方面还可以 那现在确实呢今天对于每一位行业里的同行来讲 都面临很多非常困难的一些抉择 整个行业的这种不确定性呢非常大 最近的这个降价搞得大家很难受 去年这个疫情就不说了 这个还有这种国际政治形势的变化 逆全球化供应链的脱钩 搞得大家这个战略上来讲不知道该怎么办 也包括这种从油车到电车的这样一个转换过程中 这个产业的发展节奏到底应该怎么样 我想其实大家都有很多的困惑 包括我本人在内 其实都有 这都是我们命令的要做非常难的一些抉择 那未来的话呢是一家创业的公司 其实呢我们没有资格去停下来想太多 我们在确保经营的风险可控 提升效率的同时 我们还是认为要坚决的去为长期的 这个最后的胜出去进行投入 这还是我们想清楚的一件事情 那主要在三个方面我们去进行投入 第一个就是核心的技术的研发上 持续进行投入 去年未来确实赔了一些钱 但是如果去看我们赔在哪了 我觉得还是跟大家说一说 我们主要还是赔在研发上了 但研发的赔钱呢 我觉得它是投资 那未来从15年创立开始 我们就是全球的研发布局 我们在19年公司快倒闭的时候 我们也没有把欧洲的办公室关掉 也没有把硅谷的办公室关掉 那从目前来讲 我们在美国 在欧洲 在中国 已经建立了超过十处以上的研发中心 去年我们四季度的研发投入 接近40个亿人民币 全年的研发投入达到了108亿人民币 去年我们全年的收入 差不多接近500亿人民币 应该说这个研发收入比 还是非常高的 而且我们今年的研发投入 还会进一步增加 我们现在在围绕着智能电动汽车的 全占的能力 包括芯片 底层的操作系统 材料 电芯 都是进行全面的投入 大家都知道 未来从一开始 第一天开始 我们就从来没有逆向过任何人的东西 我们是从一根线画起 做到我们的车 三电三自 全铝车身 都是我们自己 在当时都是自己做的 从15年开始 这是我们的一个传统 那现在的话呢 整个研发人员 我们已经超过一万人 其实今年我们仍然会 招聘接近2000名的 应届的毕业生 这个还是会进行这种长期的培养 已经获得6000多项专利 涵盖整个智能电动汽车的 全占的技术 我们也非常荣幸 获得了2021年和2022年 连续两年 中国汽车科学进步的一等奖 也是对我们的一个肯定 那不光是在国内 我们去年去欧洲 这个基本上在每个国家 我们的ET7都赢得了 当地最重量的车型 最重量的车型奖项 比如说去年 我们赢得了德国最具分量的 金方向盘奖 中大型轿车的最高奖 这个也是中国品牌 第一次在德国这样的一个奖项里面 获奖 这个也是中国汽车品牌的一个 应该说见证了我们的一个 品牌向上的一个历程 那么第二个 我们坚决投入的方向呢 就是持续建设 充换电的基础设施 因为充换电的基础设施 是决定电动汽车的用户 使用体验 最重要的一个因素 我们从15年开始研发的时候 就定下来了 可充可换可升级的 这样的一个充换电的服务体系 那充电桩 我们其实是给用户安装的是真的费了很多劲 安装了超过18万根充电桩 我们也 安装了14000多根公共充电桩 而且这个是开放的 80%以上是非未来的车主 包括特斯拉 包括比亚迪 包括我们很多同行的车 同行的品牌的车 都在这里面用 而且我们在全球 接入了超过100万根第三方充电桩 在中国和在欧洲 我们都接近当地最重要的 这样一些充电桩的合作伙伴 那我们前两天 刚刚也安装了 我们的500千瓦的超快充桩 这个已经开始安装了 这里面的双向充电模块 都是我们自己研发的 那么这个桩的话 事实上是能到650千瓦 这个和我们的换电站在一起的话 就能够把这个效率 就能提高的特别高 要充换一体 我们现在主要是都部这个充换一体站 而且我们在全国已经部署了 52条目的地加电路线 比如说川藏线 比如说珠峰大本营 比如说墨河 新疆独库公路 都是我们部的 就我们用户想去 由电车的用户想去 我们都会给它 布这个目的地家电路线 我们今年还会布超过20多条 那我们已经在全国建成了 1325座换电站 事实上是1326座 这个换电站是在拉萨的 拉萨的换电站 那我们在欧洲也已经部署了 超过 已经部署了13座换电站 欧洲五个国家 还是得到了充分的肯定 前两天我们刚刚在海南 投运了我们的第三代换电站 换电已经成为未来用户 最喜爱的家电方式 2022年的2月14号 我们的换电的电量 第一次超过充电的电量 现在已经到了60% 就是除了加充 基本上就是换电 这个比例是远远超过 我们的预计 那现在我们已经接近 完成2000万次换电 应该就这两天 就会完成2000万次换电 平均每1.9秒 就有一辆未来 从换电站满电出发 换电站有很多优点 有九大好处 我就不细说了 我们已经建成了 五重三横 八大城市群的 高速换电网络 这个到2025年 我们会全面建成 九重九横 19大城市群的 高速换电网络 这个基本上 高速出行就无忧了 那今年 我们一年 我们就要布 超过1000座换电站 到今年年底 我们会累计建成 超过2300座换电站 而且我们也会新增 1万座充电桩 1万根充电桩 我们事实上是在中国 是布充电桩 最积极的汽车品牌 不光是换电站 所以提未来 老觉得是换电 其实我们充电 也做的是最好的 所以这个第二个 就是我们会坚决地去服务 坚决地去进行 基础设施的建设 第三个就是 坚决地进入全球市场 服务更多的用户 那么21年的9月30号 我们开始在挪威交付 这个中国有很多同行 都在挪威 在开始交付 那我们应该说 在这个细分市场 已经市场分额 已经到了第一第二名 去年10月7号 我们正式宣布要进入欧洲的德国 荷兰 丹麦和瑞典 我们在柏林开了欧洲的发布会 应该还是现场有一千多名的来宾 应该说还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10月16号 我们正式开始在欧洲四国开始交付 其实就是在前两天 我们刚刚开业了我们法兰克福的牛屋 在前面我们已经开业了我们柏林的牛屋 我们的这个路特丹的牛屋 今年我们的基础设施都会跟上 所以总的来说 现在确实是一个特别挑战的时期 那我们的未来的话呢 还是选择做长期对的事情 做长期的投入 那我们相信的话呢 这样一些投入最终能够收获这个结果 收获好的结果 这个也是我们在荷兰的一个地平线的一张照片 是荷兰的一位艺术家摄影师拍的 那个预示着这个希望的田野 我相信呢 这个电动汽车的 智能电动汽车的发展 是一个艰难的一个历程 斗足且长 这个行者将至 行恶不错 未来可期 希望我们一起能迎来美好的未来 谢谢